他甚至用黎勇式的风格化解了春晚上的一场危机 2007年 黎勇担任了央视春晚的主持工作 当时黎勇已经连续主持了五年春晚 然而 就在这次春晚的零点钟声敲响时 却发生了一个让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始料不及的事件 当时 由于一个小品节目的超时 导演组临时将零点前的一个节目调整到了零点之后 但这个调整也让零点前的空档多出了三分钟 情况十一分紧急 面对直播 他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因为他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只要出问题 那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出现 那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结果 对吧 就在现场所有人都紧张万分时 作为主持人的李勇在说话时突然放慢的语速 表达的方式也一改主持春晚的播报时 而是变成了亲切的聊天室 他急性发挥 用自己独特的主持方式 在最关键的时刻 化解了危机 完成纠长